那我們上課還是會錄影喔 三課還是會錄影 錄我而已 好OK 那老師呢 您加入我們的群組之後呢 您已經看到我們這次的主題 兩個主題 那麼您看到我們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邊 有幾個部分 一個當然就是跟我比較相關的 連結到我們這邊 那另外一個我們帶有錄影的這些影片檔案 都會暫時先放在這邊 而且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方便各位老師可以使用 那麼各位下一節課的檔案 我這邊也有準備 下一節課那個鐘老師的 另外呢 現在OneNote其實改版之後 其實現在用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暑假剛好有幫他 有錄一個就是怎麼使用的 所以如果老師您覺得說有需要的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所謂的班級經驗 或者是您的教材的準備 我們就根據不同的情境 怎麼註冊 學生怎麼學習 然後老師怎麼備課 還有最後面有班級經營 你可以怎麼樣用我們 現在各位在用這個群組的方式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開始用了 或者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高手過招這邊的 這樣可能就會比較熟悉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進到這個主題裡面來 那這任務裡面呢 這裡 您進到任務這邊之後 您看到我在這邊有幾個 有沒有 有幾個 這裡面都有幾個單元 幾個單元 那麼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點一下就可以打開 那首先第一個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大家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慢 那不然這樣要怎麼樣 用說的對 用說的就行了 現在用說的就厲害了 以前叫做打報告叫寫報告對不對 以後要改做講報告 這個是前應該是上個月寫的文章 我寫的文章 那麼您可以參考一下 事實上現在有兩個方式 可以做所謂的語音輸入 語音輸入 那有兩個網站 一個是Google文件本身就有支援 這個其實也不錯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下面這一個 因為上面雖然Google文件有支援 可是你看很像我們國小同學 有沒有自己Google帳號 沒有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用下面這一個 不需要帳號直接登錄就好了 事實上這兩個網站都可以在那裡用 老師的智慧型裝置、手機、平板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好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好 首先像這個網站 我們就來這裡 找一個選好我們的語氣 按下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它要存取你的麥克風 好 免安 允許 老師 以後我們打報告 就這樣來打吧 速度的速度還可接受嗎 我用講的 不是用拔的 可以用台語 聰明 聰明 台語聽不懂這樣知道嗎 但是英文你聽得懂嗎 英文當然你聽得懂啊 好 English 是可以的 有沒有老師願意來試看看 我先暫停一下 總要有老師願意來試看看 不能每次都是我示範嘛 不然你以為它是我訓練的 哈哈哈哈 來啦老師 快點去啦 你不用回頭了 你那麼認真看著我 我一定是找你 哈哈哈哈 我的麥克風是在這裡啦 所以 其實 這個部分啦 我會建議老師 就是你靠麥克風近一點 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剛我是用這樣麥克風腳 所以這邊還收的到 這個太強了 是的 這個 我只是把它當麥克風 我沒有錄 那可以用別的嗎 英文 哦 還蠻明明的耶 真的真的 我可以把它調英文試試看嗎 在哪邊 上面上面上面 英文 英文 哦 這樣子 好啊 You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這樣子嗎 How are you 哦 有 可以 謝謝 再按一次 這樣有沒有看到的 他算老師念的很小聲 後面沒聽到對不對 但是有翻譯出來 這樣知道嗎 但是老師在講說要注意一下 不要說那麼快 要讓他思考一下 因為他要翻譯 那他的這個翻譯 事實上他會做兩層翻譯 一個就是你剛看到即時的有沒有 第二個 當他 當你講完了 比如說這樣一整句 有沒有 出來一整句 他還會做一個什麼 整體語意的翻譯 也就是說 第一次翻出來有可能會錯 對不對 對有可能 但是呢他這整句完了之後 他還會再幫你做一個檢查 所以你不要馬上看到說 啊好像翻錯 馬上就這樣啊 你錯了 沒有你就稍等一下 那這樣子弄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這邊複製 但是剛剛這裡有一個小缺點對不對 有沒有標點符號 沒有哦 標點符號怎麼辦 你看 逗號 不好意思這裡 改成這裡 逗號 他就給你逗號 標點符號目前是沒辦法直接輸入好嗎 所以請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了 所以這裡也可以 了解 所以你可以邊 打完 他翻完一句 你就自己點一下 就進來 這樣了解嗎 那Google文件事實上也有 Google文件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登錄給各位看一下 好 你看我們在這裡 新增這個Google文件 好 你看我確定 好 事實上這個答 他整個語音翻譯的速度 其實大致上應該可以到1分鐘 20到30個字有 所以其實是蠻不錯的 那你看到這邊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語音輸入 看到了 一樣的 但是呢 您要找到一個地方 因為這邊也要什麼 標點符號對不對 所以你點開這裡 有沒有看到標點符號了 Google這邊是全型的標點符號 好 剛剛speech note是半型的 好 是半型的 所以一樣的 你按一下 Google的部分就沒有分語氣 因為你登錄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的語氣是什麼了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 一樣可以很順利的使用 語音輸入法 以後打字行會消失了吧 以後老師還想打報告嗎 小報告可以打 但是大報告 用講的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難免會有錯字 這是一定的 因為他連皮卡丘也認得 寶可夢也會 這樣OK吧 好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的 事實上 我這次在錄這個one note的 我剛才有給老師看一下我們 這個one note的那個教學影片有沒有 我這次的話我是顛倒過來 什麼叫顛倒過來 因為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有做所謂的那個字幕的部分 好你看我就跳到後面去就好了 字幕打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字幕 有對不對 那我怎麼錄 我是先把我的影片錄好 錄好了之後 我就用播影片的來播給Google聽 播給speech note聽 這樣他要講幾次都沒關係嘛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其實老師也可以用 比如說你平常在手機上 或者是你的那個錄音筆 你就錄好嘛 比如說像我最近要去那個 新蘋果小 那個許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方式他們學校老師會用到 叫我去介紹一下 那你老師在平常 比如說你可能平常開車 開車不要了 就是你可能走路 或者是在辦公室的時候 還是在家裡 就可以先錄好 然後呢 有空的時候就播給電腦聽 對不對 對不對 叫他乖一點 趕快幫你把大話告打完 有沒有 評語你可以先唸啊 哪個同學的評語就唸完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你每次唸都會不一樣啊 不是吧 所以你就錄好一次之後 然後下次就play出去 這樣就好了 那這兩個呢 都有一樣的功能 就是您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做好之後 Google文件是直接就幫您存檔 那剛剛那邊呢 您也是一樣 就直接做一個複製就好 右邊這裡是不是有複製 你就可以看 你要放到哪邊去 再把它存起來就好 所以這個是 可能以後 語音的這個辨識越來越厲害的 大家就會更加方便這樣子 好 為一個就不可能 來吧 來吧 好 出題了